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分天一分钟 上期介绍了狼人汗跳的技巧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呢 今天就继续教大家狼人的其他玩法 如果自己不敢汗跳 就要学会打倒酷 简单点说就是抛弃汗跳的狼队友 去抱真远家的大腿 倒酷狼也是狼人的必修课 不然狼团队很容易集体崩盘 记得要从竞选进场的环节就开始战片 哪怕真远家的第一警会流失你 你也不要惊慌 大方的把票投给他 因为你不投他一定会被验 不如博客心态投上一票 还有可能躲过这一验 想办法批准预言家的信任 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出卖你的狼队友 妈的就你这发言 还能不是张狼牌 我今天单票挂你 通过狼采狼来提高自己的身份 作为一批倒酷狼 一定要有正义感 把自己当成好人去玩 发言要有自己的逻辑 不要盲目跟风 也不要去抿神的身份 记得语气里要带点极限的情绪 这样更容易赢得场上好人们的信任 但是盗狗狼也不是从头够到尾的 当自己在场上的身份评告 并且真预言家已经出局的时候 就要想办法去做点坏事了 先从发言不好的软狮子开始捏 尽可能把除了精髓之外的好人 扛推出局 如果自己的狼队友恨挑了预言家 并且是个高配玩家 发言状态和艳人逻辑 都比真预言家好 这时候你也可以局气地做一批冲锋狼 强势证明自己的狼队友 帮他们打山洞 去拉好人们的票 不过发言一定不要出现大的漏洞 不然很容易把狼囤队整个带崩 问我为什么玩狼人不自刀 操 老子可是有牌坊的 不过要是你真对自刀狼感兴趣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我真的是远家 不信的话晚上可以来验我 不信仇 我诅 本明 不 bearings 我准备 我 我 机